天下沒有外面有狗狗 但是我就是蠻子的伙伴 我們希望說可以努力的 讓大家都知道狗狗的性格也是有差異的 不是每個人都適合每一種公共 巴克邦浪犬之家是一間成立於 新北三隻的動物收容所 收容所照顧了將近200隻被社會所遺忘的浪犬們 不論是生病、殘疾或是衰老的浪犬們 都是巴克邦所保護以及照顧的對象 在2013年的時候開始做動物救援 那時候巴克邦其實就有了 非常多不同種類的動物 包括狗、毛、豬、雞、養等等各種不同動物 巴克邦除了動物救援外 也成立了巴克預備學校 協助訓練及社會化浪犬們 讓街頭生活多年的浪犬 在進入家庭生活前能做好萬全的準備 我們創立了巴克預備學校 因為你知道流浪動物的問題 不是單靠救援就可以改變了 那我們希望做好的這件事情 就是燒了他們園區的朋友 希望可以讓他們有一個可以安老的體驗 巴克邦的巴克預備學校透過行為評估、服從訓練、中途實習以及永遠的家 四個階段來幫助狗狗習慣人類生活 在被領養時能夠快速適應領養家庭 領養這件事情很重要的是 你要了解你這個狗狗 而且你要去理解它昨天是無浪狗 它曾經在日常生活 它沒有所謂的畏懼可見 但是巴克預備學校 我們會叫狗狗跟人類溝通的一面 所以來幫我們黏黏狗狗 比較輕鬆的世界這個狗狗 會很快地進入家庭生活 它會很快地就融入你的家庭 就比減少非常快過的摩擦 也可以讓這個狗狗的期間變得很快 巴克邦透過巴克預備學校 讓狗狗本社會化並且習慣與人類相處 同時巴克邦也有架設的線上網站 讓想要領養的人 可以在網路上找到適合自己的狗狗 巴克邦相信用這種方式 可以讓每次的領養 都是適合且完美的